大家好,欢迎来到卓越国学 那从小到大呢,我们就被教育,做人要善良 但是我们慢慢发现,好心一般都没有好报 这是生活最残酷的地方 那多少人呢,拥尽全力去成全别人 到最后呢,只落了一个被埋怨与伤害的下场 太过善良了,有时就是一种灾难 我们要知道,生活中呢,并不是人人都懂得知恩吐报的 你以为自己的善良和忍让呢,能换来对方的愧疚与感激 那殊不知啊,一味的付出与讨好呢,只会为保那些没有良心之恩 而在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只不过是人性使然罢了 那有时候呢,你越是对一个人好 那这个人呢,就越不拿你当回事 古语常言啊,人善非人欺,马善非人欺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呢,我们需要保持善良 但也不能肆意挥霍自己的善良 不要太过善良,否则最终受伤到也只能是我们自己 生活中呢,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人 每次有人求他帮忙,一口就答应 那每次有人惹他生气呢,一道歉就原谅 每次询问他意见呢,总说随便都行 那时间久了,在别人年里呢,那个人就真的成了一个很好说话 没什么底线,百依百顺的人 但是你要知道,人生在世呢 如果善良过了头啊,那就是软弱 正如奇葩里所讲的,善良是很珍贵的 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 而软弱的后果呢,就是一旦有一天啊,你撑不住了,要倒下了 那些被你惯坏了的人呢,不仅不会伸出援手 反而扭头把你推入深渊 那这是人性的黑暗,亦是人性的冷漠 那我们呢,其实是要将善良啊,给对的人 善良呢,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品行 但这必须呢,有自己的原则和底下 对你好的人呢,要用心对待 对你不好的人呢,要尽早远利 那做人啊,该翻脸时就翻脸 任何时候啊,都不要为了取悦别人而难了自己 因为呢,路遥之满,力不足,日久见人,心不古啊 那善良呢,只有给了对的人啊,才能换回感恩 那真心呢,只有给了对的人,才不交错过 做人呢,需要有原则,那善良啊,则要有底线 这所谓凡事有度,过则为灾 不想好心被枉费啊 那行善之前呢,心中就要有一杆秤 那良好自己的能力 也称好他人的人品 那唯有这样呢,才能 在这薄情的世界里啊 始终善待他人,也能更好地爱自己 那朋友们,你们对此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到评论区 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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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